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城 今日说法 诡异的仓库 刺鼻的味道 我也不晓得那个啥子味 反正很大个酸臭味 以前的老家农村嘛 那个丝竹啊都摔在那里 都像那里沟味 闻到其他很不舒服 紧闭的大门 污浊的液体 街坊的疑惑 排骨池里边水啊 特别那个污浊浑浊 周围的草啊都枯滑了 和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 厂区们都是玩到气的 根本都看不到里面是住下之类 气味和伤害都像极了死亡 被腐蚀的买卖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从2015年年初开始 家住重庆市九龙坡丽华小区的居民 就觉得自己笼罩在莫名的恐惧当中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闻到一种特别可怕的气味 而那个味儿就来自小区附近的一间仓库 这间仓库在一个建筑工地的旁边 距离大家居住的地方有五百米左右 居民的反应 就是这间仓库经常散发出刺鼻南门的气味 男门的气味紧闭了大门 居民们担心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们报了警 他外面没有那个标牌啊 字迹啊这些什么的 相当于很隐蔽 当警察来到这里的时候 仓库的大门是关着的 里面没有人应答 一时之间他们无法走进这个仓库 警察在大门之外 顺着气味儿绕着院子走了过去 他们发现了一个排水池 有液体通过管道从仓库里面排到这个池子里 那么这些液体到底是什么 会散发出这么强烈酸臭的味道呢 警察对排水池里的液体取了样 在这份液体的样本中 不仅减出了酸 而且还减出了铅 铅的含量甚至超过国家标准的16倍 化验结果表明 仓库中排放出来的这些液体属于严重的污染物 警方认为事态严重 必须要弄清楚仓库里面究竟在做什么 仓库的大门紧锁 警察决定先在仓库外蹲守 没过多久 一辆货车开了过来 停在了仓库外面 几分钟之后 过来一个人 他打开了仓库的大门 来了过后 大门打开车进去过后 就发现那边在下货 那种看起来四四方方的 走进去看过后 就发现是那个电瓶 他敲往后过后 就把那个大门关了 关了过后 没多久我们就闻到那个硫酸的味 本来仓库周围 难闻的气味就已经很重 在电瓶被运到里面之后 气味变得更加浓烈 难道说刺鼻的气味 和这些电瓶是有关的吗 为了一探究竟 警察立刻冲进了仓库 这些都是废旧的电瓶 堆满了整间仓库 在仓库最里面有一个水池 气味就来自那里 水池的壁上已经发黄 很明显是长期被酸腐蚀过 水池里的液体 和此前警察在外面排水池中 看到的一样 是黑色的 散发着酸臭味道 原来外面排水池中的液体 就是由这个水池 通过管道排放到那里去的 住在仓库的人是一对夫妻 女的叫黄龙素 男的叫阳中成 杨中成说这些废旧电瓶 都是他们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 刚才的货车 就是废品收购站的人来送电瓶的 轻身训练室主要是用于摩托车汽车 还有电动车的电源 像这个就是一个小汽车的电瓶 它的构造的话 基本上分三块 一块是那个签 签占电瓶的重量 总重量大概在70%左右 然后它的那个塑料和里面的塑料 数千隔板的话大概占10%左右 然后它里面的酸的话 应该是占到20%左右 就是我们回收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取它哪一块的 我们回收它的目的主要是两块 一个是它的签可以重新提炼 练成签订用于其他行业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塑料外壳 和它里面的塑料隔板 也可以用来重新练成塑料 废旧电瓶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废物 它是再生签的主要原料 倒出里面的液体 剩下的签块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这间仓库收购了废旧电瓶之后 把电瓶切开 倒出里面的液体 把外面的签块 再卖给下手的野链厂 水池中那些污浊发出的液体 就是它们处理废旧电瓶的过程中产生的 我们看到他们平时就在这里 清到那个废旧切酸电池里边的肺液 我们现在还能清晰地看到 这种被浮尸过的地面发黄的颜色 他们在这里清到以后 因为这是一个斜坡 里边的肺液清到出来以后 会顺到这个斜坡流到下边 有一个水槽 就顺到这一个水槽水槽流到 已经直到这里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排屋池 然后这边相当于一个清水池 他们平时排屋排到那个地方以后 再用清水冲 把上面那个地面冲了以后 还是最后那个污液全部留在这里边 本来硫酸有腐蚀性的气味 再加上这对夫妻俩又已经做了一年多 大量清到的肺酸液日积月累 所以整间仓库都弥漫了酸臭味 这间仓库并不是完全密封的 气味很容易就发散出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附近的居民 会闻到刺鼻气味的原因 其实在警察来到仓库的时候 杨中成夫妇真的是一脸茫然 他们认为把那些液体倒出来 并不是什么大事 不觉得这个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伤害 更不理解为什么警察会因为这事来抓他们 他们说他们干这个只是为了谋生 怎么就会触犯了法律呢 那么这对夫妇到处的这些液体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硫酸 液体中还含有大量的钳 属于严重的污染物 所以必须经过专业的处理才能排放 否则会污染水源和土壤 而且只有那些有资质的地方 才有处理废酒电瓶的资格 而这个连牌子都没有的仓库 显然是没有条件的 这个仓库外边呢 有一个那个外排放口 是有污水的 它污水啊 有一个这个水管 水管接到一个立起来的一个柱子里边 然后排泄完之后 它就直接排到这个 你看下面是生活用水的那个下水道 它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直接放那个沸酸液这个污水 就排放到生活用的下水道里面了 污水处理厂只能够处理生活污水 并没有处理含铅硫酸的能力 最终这些酸液就会肆意的流向江河湖海 势必造成严重的水污染 对人构成伤害 铅因为它属于中金属 它如果不经过那个特殊处理的话 它直接排到那个水里面过后 它是消除不了的 它就一直都在 比如说一些水产品啊 那些鱼 我们吃的鱼里面 有可能迁就超标了 然后我们吃了一种迁超标的鱼过后 然后我们自身的人体内的迁指标 估计也要超标 水云含量超标 然后这人嘛就是 一级暴躁 一路 一攻击人 它是对整个一个内障系统都有损伤 因为它中金属它成绩以后 是排不出去的 刘晓琪是这个案件的主要侦办人 在来到环保总队之前 它是刑警大队的警察 调查过很多的命案 而其中就有一期命案跟环境有关 让它这么多年都忘不掉 之前的一个案子 那个小孩 一个九岁的小孩 杀了一个五岁的小孩 说怎么处理吧 后来做精神病鉴定 说没有精神病 但是通过那个化验吧 就是说它的血液里面 千含量超标 医生给说的结论就是 就是他那个一怒一暴涨一攻击人 一提起这个案子 刘警官就觉得很心痛 他说 很多人都觉得 把这些液体倒出去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积少成多 伤人无数 最先受到伤害的 往往是我们的孩子 近几年 由于一些千酸蓄电池企业 长期排放千污染物 在很多地方出现了 儿童血迁超标的情况 上海康桥地区 2011年9月初 在儿童入园入血前的例行体检中 有49名儿童检测出血迁超标 其中1到3岁的儿童为主 上海市政府组织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 该地区千含量升高 主要是由于三家企业 所排放的千污染物 长期积累所致 而其中一家生产蓄电池的公司 为主要的排放源 浙江德清县有一家生产蓄电池的工厂 2011年 他周边的多名儿童 在医院检查的时候 都发现了血迁超标 当时这家电池厂 被德清县勒令停产 接受调查 2011年 安徽淮宁县 又有一百名儿童血迁超标 家长怀疑 与附近的两家蓄电池厂有关 当地政府对家长的怀疑 造成污染的两家电池厂 采取了紧急强制监管措施 这是因为之前 发生过这么多起 儿童血迁超标的事件 所以当重庆的警察们发现 有人乱排放 千污染物时 他们才可外的重视 频繁往来的货车 带着警察 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窝点 暴力的趋势之下 果然有人铤而走险 被腐蚀的买卖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重庆市环保总队 是在2014年11月成立的 发现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们刚刚成立半年 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起 非法处理废旧电瓶的案例 在重庆 是不是就只有这一家 在从事非法处理 废旧电瓶的勾当呢 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 通过我们的市场调查吧 就发现重庆的话 每年要产生 八万多产的那种 废旧电瓶 但是我们就觉得吧 在重庆应该不止 这一家在做 警方认为 在重庆市从事 非法处理废旧电瓶的 应该不止这一家 为了把这些窝点一网打尽 他们展开了 充分的调查工作 他们首先来到了 气配市场 因为这里应该是 产生废旧电瓶最多的地方 很多的摩托车和电动车的 电瓶坏了 就会到卖电瓶的门市部 来更换 换下来的废旧电瓶 一般就直接扔在门市部里了 我们都给厂头发回去 就是您这个收了这个 对的 翻厂里 我们自己给它翻回厂里面去 这位店主说 一般客人 更换下来的废旧电瓶 他们会返回给电瓶的厂家 由厂家进行专业的处理 同时 他也告诉警察 这些废旧电瓶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出路 在气配市场里 经常能看到一些收废品的人 到个个门市部打听 他们是来收购废旧电瓶的 而且出的价钱很诱人 哪来问 有没有的啊 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发朋友发 发电瓶的这种 他们来问之后 他们说收这东西 然后他们拿去干什么 您知道吗 那些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他也没说是吧 他也不会说 有事都是要问一下 问一下 有纠点明白 我们都问了 有事你顺便问一下 好多钱 好多钱吗 我们说 那种一个的话 他都说五块钱公顷的 四块钱公顷的 那种 那种是那种 没 由此警方掌握了 这个链条的基本情况 先由废品收购站的人 来契配市场 收购废旧电瓶 达到了一定数量之后 再卖给非法处理 废旧电瓶的黑窝点 此前 那家仓库的负责人 杨中成曾经说过 废品收购站是用货车 把电瓶运过来的 由此可见 跟踪废品收购站 运送电瓶的货车 就能找到那些黑窝点 所以第一步 就是找到那些收购 废旧电瓶的 废品收购站 当时在处理那间仓库的时候 警察从黄龙素那里 获得过一条重要的线索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那这咋结账 他说一般都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通过那个 农航的卡 那个转账 黄龙素说 他跟废品收购站的人 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来结账 警察查询了 黄龙素的银行卡记录 银行卡记录显示 有五个人跟黄龙素交易频繁 每次交易的金额也很大 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废品收购站的人 按照法律的规定 经营废品收购站 需要到相关的部门备案 通过查询 这几个人的确都有备案 警察来到了这几家废品收购站 暗中蹲守 希望通过跟踪运电瓶的大货车 逐一找到那些黑窝点 就是要力争在那个统一收网的时候 要最大化的尽可能的 就是说 一举打到这个 它涉及到的几个窝点 或尽可能的把主要的饭局 嫌疑人 就是在同时把它 计补到位 这辆货车 开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停在了一个厂房的门口 卸下了一部分电瓶之后 带着剩下的又开走了 一座警察继续追踪货车 寻找下一个窝点 而另一组则走进了这间厂房 在这间厂房里 堆放着一屋子的废电瓶 这个窝点 有一对姐弟在负责 警察在院子里 找到了那些装满污浊酸液的水桶 就狡辩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事会造成故障 但是其实通过我们的政策了解 他们在从事这一行的这些人呢 他们对这个 其实心里面是很明白的 这些东西会不会污染环境 到底该怎么处置 他们是很清楚的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吧 都是穿了有雨靴 和那个相约手套的 他们都是带了一定的护具的 那就是说明他们肯定知道 这个东西是有害的 对 其实每天接触这些腐蚀性的液体 这些从业人员的身体 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这应该是栏物很大 就他们人就站在旁边 就在那守着 对他们自行的伤害也很大 而且有两个工人吧 那两个专门给电瓶放水的那两个工人 我们的感觉啊 就跟他们沟通起来都有困难 就感觉我们要说很多遍 他才能理解到那个意思 就感觉人比一般的要持续一些 继续跟踪大货车 警察顺利的找到了另外一个窝点 这个窝点也是一对夫妻来负责 老两口已经快60岁了 要来举一下吗 颜色奖 噓 哦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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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妻子向警方演示了 他们是如何倒出酸液的 本来需要经过专业技术 才能处理的废酒电瓶 被他们用如此简单的方法 切割处理掉了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平时就是在自己住的家里 进行这些操作的 做到这个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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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有厕所还要往哪儿排 好 白天一半 白天要不是有几个 我都往外头来过 好 有时间黑了 把人振过来 没点人的 我都找到 他两口子就在自己住家里面 自己住也住在里面 然后切电瓶也是在里面 然后他们最开始是把那个 电瓶里面的那个酸吧 当他们住在厕所里面 后来他自己觉得味太大了 受不了 就直接在门口的那个井盖那儿 把那个井盖 敲了一个缝出来 就直接往那个缝里面倒 他那个井盖 所以井盖周围吧 全部都已经变黄了 被那个酸服饰了 由于长期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老两口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丈夫 本来就有肺病 在做了这个买卖之后 病情更加严重 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 他刚刚去世 这是一条罪恶的链条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那个金属 然后把它收集提炼以后 然后把它集中销售到 四川湖南等省市 高额利润的背后 是坑害子孙的交易 被腐蚀的买卖 金人说法正在播出 这些处理废旧垫屏的地方 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 一般由一两个人组成 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亲戚 这次行动 警方查获了六个地下窝地 抓捕犯罪嫌疑人35人 查获了废旧蓄电池 390余吨 把那些废旧电瓶拿来以后 然后就把那个里边的 酸性肺液 把它打孔 直接那个排入外环境 然后把里边的一些那个金属 然后他把它收集提炼以后 然后把它集中销售到四川湖南 这些犯罪嫌疑人交代 因为在重庆 没有专门回收千块的野链厂 这些窝点就会倒出 废旧电瓶里的酸 留着千块 把千块运到外地的野链厂 这就是他们获利的方式了 但是从废旧电瓶中提取千块 需要专门的技术 这些黑窝点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正规厂家的话 它一是有那种正规的设备 但是最先决的条件是 要通过环保局的那个环瓶 环瓶检测 就对它整个工厂的那个设备 安装运行 然后污水处理 这样一整套的那个一个苹果报告 环保局要出一个 如果没有那个苹果报告的话 是不能生产的 这些黑窝点的人 直接把酸倒入了下水道中 流入了嘉林江 流入了长江 污染了水源 也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害人害己 在看书所里 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 都追悔莫迹 环保总队的警察介绍说 在重庆市 每年产生的废旧电瓶总量达十万吨 但是重庆市暂时还没有专门处理 废旧电瓶的企业和机构 这也给了这些小做法可乘之机 目前重庆市的办法是 设置一些专业的存储 这些废电瓶的回收点 在达到一定数量后 统一运到外地 有处理资质的地方进行专业处理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副民修长马勇 欢迎您 你好 废旧电瓶 那如果随意处理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因为废旧电磁 它当中含有这个废酸 尤其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金属物质 那么这个废酸和中金属物质 你比如说随意丢弃或者泄漏 它会造成这个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那么通过土壤和地下水啊 它会进入到人体 那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尤其一些中金属 你比如说含钢的中金属 它会造成人体骨骼的这种非常严重的损害 那么日本的水域病就是因为钢污染造成的 那么含钳 那么钳的对神经系统的发育 特别有影响 尤其对小孩的这个身体发育 它影响智力 因为好多的这个钢金属物质 它对神经系统都有很强的这种刺激和损害 所以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 他们专门出台一个关于环境形势犯罪的司法解释 某司法解释当中 对这些富含钢金属的这个物质 超过国家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电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 那这个废旧电瓶一定也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专门处理这些废旧电瓶的地方呢 关于危险废旧的处置啊 确实全国面临这样的情况 有资质的这个厂家并不多 分布的也并不均衡 所以造成呢很多地方 它产生大量的这个废物 短期内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置 所以从刚才讲的就是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之后啊 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危险废物的不当的处置 而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人数和安件量是持续攀升的 但是呢 这也不是说是没有途径可以去处置这些危险废旧物 因为有好多的是有资质可以去接收回收这笔这个废物的 然后它回收了之后 可以这个转运到有难力去处置这些危险废物的这个地方 就回收也需要资质 对回收是一定要需要资质 因为它是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的回收要需要资质的 但回收完了它不能处理 它集中起来 再转运到下一个可以处理的公司或机构那 对这是可以的 那在全国的布点上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考虑 对这个必须要有统一的规划和考虑 那么下一步呢 在这方面呢 环保部肯定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光是在重庆 每年产生的废旧电瓶就达到了近十万吨 可见在全国范围内 这个总量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到目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没有专业处理 废旧电瓶的地方 所以增加一些有资质 有能力处理的机构 让废旧电瓶有一个合适的去处 避免流入非法处理的渠道 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从2015年5月开始 重庆环保总队 对整个重庆市的 非法处理废旧电瓶的场所 进行了全面的打击 虽然依然有人铤而走险 继续干这个勾当 但是警方的追查 也从未停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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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咱们